用文学作品 来把你这些同样的佛法都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是在那些没有杰作过这个佛法的一些人 特别一些青少年 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去开始 你现在先要好好自己 要学佛 学法 然后你才能写出好的东西 现在不要来不及地写 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好了 台长这个人不要名不要利的 我无所谓的 你告诉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只要好好学佛 老人家把你的身体先制止好 你能够长寿了 你以后对人家就做更多的贡献了 好不好 好 就是我希望你能够把台长的那些指点和加持 慢慢先把台长的那些书啊 白万佛法先看一看 好不好 我正在读 太好了 老人家你既然已经讲了 我就讲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 你老人家的肠胃要注意了 你的肠胃很不好 现在我直接的感应 你的肠子里面 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我看见有刀口 你一定动过手术 对 是 我告诉你 我连刀巴都看得见 老人家我告诉你 你人非常的好 但是你这个人怀才不遇 你知道吗 你别跟我说你是文学家 但是你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 就是说没有好好发挥你的财能 听着懂吗 他说怎么样 这多念经济就可以发挥财能 对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文学是我的妇女 啊 那年我已经退休了 没关系 做做妇业 不要去贪财 我就写写 玩玩很开心就可以了 啊 好吧 老婆婆 对 不说为了钱才行 那当然 这个人要钱也没有人 换一个 那边有一个 给他解释一下 这位女士说 2008年的时候呢 她得了五线癌 她做了放疗和化疗 还吃了很多药 2010年的时候 已经扩展到她的肝脏 所以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首先你叫她不要哭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她现在的肝 这个细胞 这个肝 她这个乳腺癌 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她的 有打胎的孩子 所以你叫她得乳腺癌 所以她从开始开始 但是她没有念经 她虽然动过手术了 她没有念经 所以现在这个孩子很生气 这个灵性很生气 现在到她的肝脏 实际上到她的肝脏 不久 而乳腺癌是比较长的时间 你现在告诉她 这个灵性经常在她家里 她晚上在家里 房间里听得到声音的 她现在问怎么办 她现在问怎么办 怎么办 那再会儿 叫她念小房子七十八公里 你告诉她 你告诉她 她现在 她现在啊 她现在已经子宫肌瘤了 她也有些肝脂肌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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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讲吧 罗特长你好 我是研究人员 我是研究癌症的 就是癌症的 罗特长给了一张启示 好 才能对这个癌症做一点 这种研究做一点贡献 好 那个 实际上 诗 哎 这话不要开个假话 那个 那个 癌症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一种细胞 而这些细胞呢 在台长看图腾的时候呢 这些细胞在身体上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癌症细胞 实际上有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 就像人的体温一样 如果 当一个人的体温 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了 它就会造成你很多的那种 细菌会感染 会出来 那么当你正常的情况下 你就不会出来 所以每个人实际上都有癌细胞存在的 那么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我现在讲给你听 实际上一个人 身体上有两种元素 一种元素呢 就是说经常 长期吃荤腥的东西的人 他的身体是酸性体质 那么长期吃素的人 他是减性体质 那么癌细胞 你应该研究人员 你应该知道 这种癌细胞的生长的土壤 应该是在身体的酸性体质里面 所以当你长期吃荤的人 很容易的癌生癌症 如果你长期吃素的人 生癌症的几率就比较小一点 这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佛菩萨叫我们多吃素 少吃荤的原因 这是 所以很多的法师 很多的学佛的人都知道 我们要长吃素 那么台上告诉你 其实癌症并不可怕 癌症来的时候 多的时候 实际上不要着急 如果你是一个信佛的人 你可以一边慢慢的治疗 可以一边许愿 放生念经 那么这样能够求得一种心理的平安 让你这个所有的心灵啊得到安稳 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查到癌细胞 精神崩溃 加速了癌细胞的循环 所以按照中医来讲 人有小周天有大周天 当你大周天小周天都不能运行的时候 你的你的生长的癌细胞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窄 逼迫它 所以它就会爆发 就是成为一种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所以按照佛法界来讲 就叫业障 所以灵性一点点没有关系 当灵性到了极度多的时候 它的业障就会爆发 爆发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癌变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希望能够 希望你的参考 谢谢龙太太 我还有问题 能不能展开一下 为青年人讲一下 怎样用佛法改变这个人生比 因为青年少年的时候 他们的人生改变会有变化的 如果他们会懂得佛法的话 您能不能展开一下 怎么做他们做得更好 谢谢 当然你这个要求很好 但是展开讲了他们就问的少了 所以我就展开一分钟吧 因为这个东西展开可以讲很多 我告诉你们 青年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只要是人 他都有悟性 这个悟性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 当你生出来之后 你这个孩子一定会懂道理的 就是条件 触使你不懂道理 所以我们学活的人 就是要早点让孩子能够懂 大家知道 我们在澳大利亚 很多的父母亲 年纪大了 都是送到疗养院去 送到养老院去 实际上到了养老院 老人家就是三等人 等吃等睡等死 没有希望 没有愿望 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 我们要懂得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为我们自己 今后将来做的事情 垫垫的基础 就要让孩子知道 我们自己 己不正也能正人 我们自己天天在吵架 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就会生忧郁症 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 天天吵架 他在学校里没有面子 所以他会生忧郁症 所以我们父母亲 如果相敬如宾 大家客客气气 每天做好事做善事 让孩子成长在一个 非常美丽的土壤当中 一个伯菩萨的土壤当中 他的心态一定好 心态决定了命运 当一个小孩子 有的美好的心态的时候 这孩子以后大起来 一定是个有用之材 如果这孩子 从小就心态不好 这孩子大起来 一定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 所以希望我们父母亲 以身作者 从小就给孩子 要多教育 多让他们懂得伯法 记住 一个小孩子 他们都会能够学伯学法 能够尊重父母亲 孝养父母的孩子 所以伯法为什么 孝养本身就是伯法的基础 如果这个孩子 能够孝顺 有孝心的孩子 他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而且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希望我们多多给孩子 让他们念经学伯 他们只要很学伯 如果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孩子一定不会把你赶出门外 谢谢 来 讲吧 陆太长 您好 谢谢您到美国来 那我简单听个问题 刚才您说的 就是说那个 妈妈跟那个儿子 可能是前世的父母 那以前的有一些例子上面也说 祖母害了个孙子 后来投胎 因为你拿他的妻子 这些问题 可是不是六道能还 像个灵魂和人间法的这个 亂门 是不是不实用呢 实际上 在地图很多事情 因为在地图有 人间也有 在人间很多事情有了 地图也有 台长告诉你们 我曾经 我们电台里有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可能做错一点事情 明天晚上 那么他就到下面去了 到下面去之后呢 台长呢 就下去救他 我就要救他的时候呢 我在下面开车 救他的 开到一个钢卡的时候 一个大头的 一个管子下面的人 大头 戴着这个帽子 有点像美国警察这个帽子 他会戴在那里 关卡出去的时候 我拿出一个证件 你知道他用什么东西 让我放心的吗 他在我这个卡上啊 拿个东西 刷一刷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Skinnery 他就帮我走了 你想想看 人间有的东西 为什么都有 大家想想过去 你在很多的博具店 你能买到西装吗 买到大楼吗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不对啊 而现在你去看看 他们什么都有 实际上 这就是天上有的 地下一定有 地下有的人间 就是有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实际上 是早就存在这个宇宙空间的东西 我想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 当年六十年代 大家很多人都是肺结核死的 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有这个癌症 这个cancer 这个事情 你说这个六十年的时候 cancer有没有 他一定是有的 对不对 只不过科学家没有发现而已 等到科学家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才知道 原来就是癌症 我不知道能不能满意的给你答 现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是 清卢他的那个 看谱庭 有时候 就是说 说身上有灵性 他的灵性 比如说是欺人 在身上 或者在哪个地方 后来看亡人的时候 这个亡人 在天上 或者在地府 那他是 一会儿又到人身上了 要么一会儿到地府 或者天上去了 这个怎么理解小伙伴们 我想问你 好吧 为什么你一会儿在这里 一会儿又回家了呢 为什么你一会儿坐飞机 过一会儿又开车了呢 灵性 什么叫灵性 灵性就会跑的 灵的 会跑的 是灵性 所以都会跑的 他们可以 如果他们在天界 他们可以到人间来 但是在地狱里的人 可能没有自由 但是在地府的人 可以在人间 可以到处跑 因为他见他的 用到身上的 对了 因为他见他的 所以他有这个权力 到人间来 问他要灵 好 谢谢 啊 你给他话怎么让他先讲 他逼不住了 哈哈 啊 讲吧 我是代表免疫比较大 你的股市 提过问题 你从旁边 你拿着想 这样 年龄大 身体度不好 也就会病 这个病 现在他也不想看病 那这个病是什么造成的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 这么好的工作 幸福的时候 因为把病减少 这一点 例外有什么 首先我刚才讲了 讲了很多 就是说病啊 有心生 大家明白吗 很多的病啊 都是心病造成的 想不通 会不会生病啊 很多人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啊 让人家生气啊 拍桌子啊 血压高啊 我不开心啊 得病了吗 病怎么来了 病就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啊 要经常想得通 当然了 也有肉体病 和灵性病两种 有些灵性病 就是业障造成的 但是有些呢 是肉体病 你不当心造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的胃不好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不注意保养 吃东西乱吃 那么现在时间长了 肠胃不好了 这不一定是灵性病 明白了吗 谢谢 他怎样才能够好力 你要知道 心态要好 要自己一方面要在人间保养好自己身体 第二要清心寡欲 寡欲什么 没有欲望 清心什么 把自己的心放在清安静里面 明白吗 人的毛病很多病都是欲望出来的 你有欲望就难过了 有食欲啊 拼命的要吃了 你说人的欲望多多啊 你想想看 比方说在美国吃一个自助餐 你花了这点钱 你走进去如果不把你的肠胃塞的不能动 你不会出来的 那不叫欲望啊 对不对啊 那清心寡欲 看你啊 学学法师们 他们都是清心寡欲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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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好 来吧 小孩子 嗯 就是 那个 我有一次做梦 嗯 梦见我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墙壁的灯开的 然后那个我看到一个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人 从窗户外面跳出去 你就是做到这点是不是啊 小弟我告诉你啊 你看到的一个人从窗户上跳出去的就是你的魂 听得懂吗小弟 嗯 哦 他听不懂哦 听得懂 哦听不懂啊 哇 你连这个都听得懂啊 就是告诉你啊 就是人有一个肉身还有一个灵魂 因为你的肉身的灵魂分灵看到你的祖灵离开你的身体 小朋友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 你好好的念经 以后你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希望你呢不要怕 如果看到这些东西呢 你就多念念观世音图上 如果看到了太多不好的东西 怪怪的啊 或者长了长头发长指甲呢 你以后呢就跟台长打电话 或者你写封信告诉台长 台长什么时候会把你关掉呢 好不好啊 因为台长看你以后 不单单是做到这个梦 你还看到一些真的东西过 你可以看到一些光 一些圆的球啊 在空气当中走来走去 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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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不说话 我告诉你 小孩子啊 我告诉你 你等到他以后看到很多鬼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我的 否则的话 这小孩子影响他血液了 台长可以帮他关掉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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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的那个楼台长 谢谢你 嗯 我想请问那个 三年前我妹妹突然直接 什么北上那个呢 出事班 到上海最大的瑞婷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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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啊 什么都没排位啊 嗯 好痛苦 我一直做到他的梦 嗯 因为我只是医生啊 是你的是你的谁啊 妹妹 你的妹妹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不要讲话 我马上去找到他 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看到他了 跟你长得不像 对不对 不是很像 一般 一刷的头发就跟你说的不一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你给我记住 你这个妹妹走的时候还觉得很冤枉 对 很冤枉 很冤枉 我告诉你第二个 他现在在地府根本没有操作掉 没操作掉 在地府里 还经常到你们家里来 到我家里 我这个美国的家里 对 你家里被碰到墙上有声音啊 墙壁上有没有声音啊 晚上 有的是门好像 门啊 那是他进来 在你们家的门 你们家的现在房子台上都可以告诉你 进了门之后 有一个客厅 对 你知道 他是在客厅的右手边 房子这个门 门开出来 这个右手边的这个 不是这个大门的声音响 是边上那个 右手边那个房间的门的响 那么 他在那个地方 我想他意料上的冤枉 还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不是意料上的冤枉 他的命有一个结 他这个结没有过去 听得懂吗 他早点念经啊 很多结就过得去了 为什么有的人逃得出来啊 为什么有的人逃不出来啊 难道全部都是命吗 对对对 如果全部都是命的话 那地下就没有一个叫忘死成了 很多人是冤枉死掉的 那么现在该怎么样的 到门口去问吧 哦 他们门口会教你 念念经啊 台湾教你们念的都是大悲咒 心经 礼服大猜毁文 全是正会的经文 听得懂吗 可以 还有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女儿 我女儿呢 你女儿不就是婚姻问题吗 对对对 婚姻是很好的啊 婚姻很好啊 假的不要假的 我现在就是 婚姻很好 你少管你女儿的事情 你女儿的婚姻更好 就是你掺和在里面 然后以为你的女婿不好 你少管 不不不不 你听我讲了 你不要跟我说不 婚姻的台湾 在全世界讲了多少场 哪一个讲错的 你去看看我的录像 看看我的录像 我今天讲你了 你就好好的接受意见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查出来 如果根据这个情况 现在我直接的感应 表面上看起来是你女儿的问题 实际上你这个女婿 身体上也有问题 听得懂吗 你女儿现在 我现在感觉她是左面的 舒染管 堵塞 哦 你看她的怨恨怎么样 她什么 怨恨 以后会怎么样 我什么 什么叫怨恨 希望她能设定 能不能 以后 对 就以后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 你女儿曾经跟你这个女婿 有过的 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做见证 台长 大家 我可以告诉你们 真的 真的 就是真的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并不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信 相信完之后 你们就会更好的学佛 学法念经 这就是我的目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那就好办了 你不想怎么办 那就难办了 你现在好好的念经修情放生许愿 你一定会解决问题 你的女儿 我告诉你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 叫你女儿跟你女婿少吵架 没有 她们两个经常磕磕碰碰的 没有 你不要跟我说 我告诉你 两个人心里 一直有咯咯咯咯 你少参与啊老妈妈 各位爱生自有爱生福啊 我们不应该参与太多了 好了不能跟你讲很多了 三个人 谢谢 大家你好 我很想弄这个门 一直没办法弄 弄这个门 都是记忆问题 我想想想想 你今天不是录来了吗 今天你问什么台长 当场解答给你 好吗 就是记忆了 念经念不起来了 什么 记忆不好 念经念不起来 很简单 念不起来 慢慢的念 每天念一天点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就难关心苦的 南无阿弥陀佛 这都可以念了吧 可以吧 可以可以 碰到事情了 多念念 消灾吉祥神都可以吧 很短的 消消你的灾 你这个人啊 记忆很长 不是记忆 你的思想都不记忆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想记忆 记忆好的时候很好 你想记忆里记不住的事情也很差 可以可以 我这么说 我全看得出来了 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你 以后慢慢慢慢的放下自己 因为你这个人 年轻的时候很有造语 而且你很有抱负 很厉害的 但是你现在呢 要慢慢放下自己 多做一点实事 不要为你的过去 不要去求得 因为有的时候 要忘记过去 你老记着过去 你就现在就过得不舒服 你听得懂吧 嗯 所以佛法界讲 叫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什么都不要得 你就得了 啊 啊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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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队长 老妈妈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 我 我儿子就过已经很高年了 十几年了 到现在还没小孩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哎 台长放一个给你听听好吧 本来我今天要放给你们听的 我还没放 台长告诉你们 八月底台长在马来西亚开法会 当时有个伙友抽到号码 让台长看过他 他求子求了十多年 通过各种方法 花了不知道多少钱 看过各种医生 就是没孩子 结果台长教他一套方法 并当场告诉他 你坚持念经 三个月肯定能怀孕 后来呢真的就三个月怀孕了 让南娜娜给你当场听听 放给他们大家听听 好 那我再问 好 台长你好 台长呢 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您刚刚我看过图头 我是75年的父 你刚刚我说是 在14号可以回约我 现在日本按照您的方法说 我反应了三个 也不见我表明的 变化力气 哦哦 就是那你是吗 对对对 太好了 看上去马来西亚说 你有三个月可以回约你 看你真的回约了吧 对对对 喂 对对对well 没有 不许可 昨天定你表明讲的 你和 организ 你现在 설门别的 这个需要 保存 好了 打破 现在你听到了没有 还想说三个月十几年不怀孕呢 我说你照着我这个方法三个月就这样怀孕 人家怀孕你听到了没有 那接下来你就好好照顾我方法做不就好了 念经是谁念 还是我儿子念他东西 你要念 儿子要相信 媳妇也要相信